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 星期日清早复活了 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第一日 而不是六日的第一日 所以基督徒遵守复活的日子为主日 就是礼拜日 每一个主日 当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他不仅是在主日的时候是复活的主 他时时刻刻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当我们面临人生许多的高山低谷的时候 靠着这位复活的主 我们必定能够得胜有余 耶稣复活后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为什么主要首先向他显现呢 为什么他成为第一个蒙受祝福的人呢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有记载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 安息日一过 玛利亚就来看耶稣 难道天这么黑 他不怕吗 因为他爱主 所以就什么都不怕了 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 因为主曾经把他身上的七个鬼赶出去 让他的人生有了盼望 主耶稣说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主知道人的心 我们若热切爱慕主 主必定会向我们显现 但愿我们就像摩达拉的玛利亚一样 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就来看耶稣 就必定会看到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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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